立法院政府院长的选战将在2月1号登场 国会的关键少数民众党团也将在31号揭晓如何投票 只是过去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曾经说八位新科立委将会团进团出 但是准立委陈交资日前上节目专访的时候却说 并不等于八个人都会投给同一位候选人 说集体共识是分裂投票也算团进团出 网友就大算这是重新定义吧 难道团进团出等于是一起进场投票吗 立院龙头投票 柯文哲早宣誓民众党八位立委团进团出 但现在这定义似乎让人无沙沙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团进团出 就是按照党团的整体的意见去投票 包括自己投票也可以吗 如果这是最后党的共识 我们八个然后加克主席的共识 那就叫团进团出 陈骚姿此话一出网友直接开酸 说重新定义团进团出 原来是一起走进一场投票 或一起搭小巴 考验大家中文 但团进团出进到黄国昌口中 又是截然不同意义 第一轮投票我们如果单压一边 因为我们是团进团出 我跟大家讲 没有分裂投票的可能性 一定团进团出 没有分裂投票的可能性 根据了解目前投票选项 包括八票都投国民党或民进党 或是早上院长与下午副院长选举 分投不同政党 由于国民党掌握52席 加上友好的五党籍立委 陈超明 高金 宿梅 民进党则有51席立委 都无法单独过半 传出民众党想观望 两席五党籍立委态度 是否代表第一轮投票 将投给自己人 甚至不进场投票 让选战延伸到第二轮投票 引发关注 在讨论过程中 我们都不排除各种的可能性 那所谓的团进团出 其实就是集体共视觉 我们并不担心投票的问题 31号民众党将正式揭晓 团进团出答案 也要为立愿龙头直征 抵定战局 介绍将刘成为台湾报道